高雄太陽真的很大 一二四投完票之後 不妨來延城區 當地一間最有名的冰店 吃上一碗清涼消暑的剉冰 讓你全身透心涼 晶瑩剔透的冰塊 削成一片片剉冰 裝進碗裡放上綠豆 芋頭新鮮水果 光用看的暑氣就削了一半 整體的部分酸酸甜甜的 都很好吃 大家都會一個補一個來 通常第一個想要吃冰 就是來到這裡 高雄這間冰店開業80多年 說到吃冰在地人都知道 來這裡就對了 吃完冰來佔二庫走走逛逛 這裡不但有一片 超級漂亮的海景 右手邊還有一座 相當夢幻的旋轉木馬 好拍又好玩 純白色的旋轉木馬 隨著音樂緩緩轉動 一旁就是湛藍海景 得天獨厚的海港景觀 成為佔二庫的最大亮點 這個很漂亮 而且很有名 所以特地來這裡看一下 碼頭那邊滿大都能逛 可以來這邊走走逛 也可以吃東西 這裡原本是老舊倉庫 搖身一遍變成夢幻文創街 好逛好拍又好玩 也讓這裡變成最夯的 打卡新熱點 沿著嚴城小吃的散步地圖 最後一站帶您來到這間 很有名的手工麻糬店 這裡的每一顆麻糬呢 都是強調手工製作 新鮮正材實料 圓滾滾的麻糬 沾上花生粉或是抹茶粉 繽紛色彩看起來 就像Q軟版的馬卡龍 這間麻糬店開業近十年 店面雖然不大 卻是許多民眾最愛的口袋名單 紅豆質感是特別好 然後那個皮也很Q 用日本職人精神製作的手工麻糬 藏身在巷弄之間 只有內行人才知道 不論是在地老店或是隱藏版美食 24號投完票來探高雄 又好吃又好玩 記者吳郭珍 李維珍 高雄報導